U.C.加大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是加州最好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 那么它一共有十所分校 那么这十所分校的话呢 各具特点分布在北加南加 最出名的当然是U.C.Berkeley U.C.LOA 那么除了这两所之外 还有像这个U.C.San Diego U.C.Irwan U.C.Santa Barbara U.C.Riverside U.C.Santa Cruz 这些学校的话呢 它都属于这种综合性的大校 规模都在两三万人以上 那么当然第十所学校 它叫U.C.San Francisco 它是一个纯医学院 它没有其他的一些个普通的专业设置 那么这是U.C. 那么CSU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加州州立大学呢 它一共有将近三十所学校 那么分布在这个南北加 那么通过这个学校数量 大家就可以分辨出来 这个加州州立大学的数量和分布远大于这个U.C.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当时在设立两大大学系统的时候 加州政府加州教育局 对本身这两个大学系统的功能定位 本身就是有区分的 那么U.C.的这个学校的话呢 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 就是因为它当初给它的一个定位 就是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 所以你会看到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 有多少诺贝尔 有多少各种奖项的获得者 那么所以也导致了 它的这个世界级的排名都是非常高的 它是一个研究型类型的学术型的大学 那么CSU的话呢 它的分布非常广泛 那么遍布于各个角落 也就是充分的是要方便加州居民来在家门口来学习 这个各方面他想学的知识 所以它的定位呢 是培养实用型人才 也就是说它所开设的很多科目 都是说你学了即可以用的 它不是用来搞研究的 而是用来提高你就业的 提交你个人的生活技能的这方面的 那比如说是它的一些个比较主流的一些个专业 像这个工商管理啊 计算机啊 这些个会计啊 金融啊 市场营销啊 这些个专业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市场定位 在这里边了 除了学术这方面 大家有可能会意识到会发现 为什么我在看美国大学排名的时候 UC的学校几乎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看不到CSU加州州立大学的排名呢 难道它的教学水平不够吗 是野鸡大学吗 当然不是这样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基本上 CSU刚才讲了 它是这个应用型人才的学校 所以它基本上不设置这个博士学位的授予点 也就是说它最高就是到硕士这个级别了 那这也是有区别于这个UC系统的 UC系统的最高的这个学术的这个学位的级别 是可以到博士后的 那么因为这个大学排名啊 是要考虑到你的这个研究水平 至少得有博士的这个级别的才会参与到这个排名来 所以大家有个误区说这个加州州立不好差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它并不参与到这个排名里边来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就业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那么加州州立大学的这些个学生的就业面 其实可以更广泛 那么像UC加大呀 像他们这种研究型的大学 那么尤其是在理工类化学物理生物 这方面的研究型的一些个工作岗位 那么其实是他们这边的就业方向会更广一些 那么加州州立大学这边的话呢 是商科呀这种入门级的呀 基础性的这些个和你生活接触比较密切的一些个岗位 可能会多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